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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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一年再次会晤 也是拜登切任前与中方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晤 中方愿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 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 努力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在会晤中归纳了七点经验和启示 特别强调了四个没有变 表明中方愿同美新政府继续保持沟通 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 努力实现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造福两国汇集事件 拜登则在发言中回顾了过去几年同习近平的会面交流 使中美方愿在过渡系统中方加强沟通对话 增进彼此相互认知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两国元首还在会谈中重申说 关注中美关系指导原则达成的七点故事 在人工智能议题上 两国元首确认 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 并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 而在美国处于政权交替期的时间点 此次会面对中美未来的关系发展 将产生怎样影响人未可知 除中美之外 中国与多个大国双边会谈将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陆续登场 其中中英领导人会谈吸引全球目光 这不仅是工党再次上台后的中英首次会谈 也是两国领导人时隔六年的首次会晤 一方表示 双方将往始终渐息于国家利益 认为需要就分歧领域进行城市对话 并在经济方面寻求同中国的合作 而中欧领导人也在同天会谈 阿尔巴尼斯曾在17号表示 不会介入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当中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18号于巴西登场 主题为构建公正的事件和可持续的薪酬 主办公巴西同期提出了全球反饥饿和贫困合作计划 指在2030年前消除贫困饥荒的问题 结合今年7月 巴西宣布支持阿联酋宣言 加上G20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议程协同 加之明年巴西还将主持两场国际大会 联合国气候大会及金庄集团峰会 从中可窥见卢拉以其左翼思想 在右翼旋风刮向全球之际 仍然试图从社会角度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中美元首再次会伍 需关注哪些成员 双兵会谈陆续登场 获达出哪些成果 巴西首次举办G20 左灯亮起世界优行 从APAC到G20 全世界都很关注 截至北京时间18号晚8点 有关中美关系以及G20的相关话题 也出现了Google热搜的榜中 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内地媒体热搜第一位 关注习近平出席APAC 第31次领导人非城市会议 热搜第二位是习近平抵达 李约热内卢出席G20第19次峰会 而习近平会见拜登聊中美关系的新闻 排在热搜的第三位 美国媒体热搜第一位是关注拜登 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使用远程飞弹 而G20峰会面临特朗普回归 带来的波动的新闻 位居热搜榜的第二位 第三位同样是聚焦中美关系 习近平在和拜登会面时 称未来将和特朗普合作 我们再来看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头条 是习近平和拜登会面 愿中美继续对话管控分歧 而第二位是拜登允许乌克兰远程的导弹 攻击俄罗斯 第三位是习近平料G20的峰会成果丰硕 推动中霸关系行稳之远 我们去到李约任务现场 有请特派记者宋伟健 伟健你好 柯夫你好 16号在立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 你在现场有什么样的掌握 好的 那的确中美元首的三次会晤 都是发生在APAC会议期间 这也是每年APAC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但是这一次是在美国大选之后 换届之前中美元首的这次会晤 那外界也认为到底能够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那其实外界的评判认为 这一次最重要的是中美双方 要释放出一个信号 那在这个公开的报道当中 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 是表示中方发展中美关系的这种目标 是不会改变的 那同时按照和平共处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这个处理 中美关系的这个原则 也是不会改变的 那同时他也提到了 不会改变的 还有中美之间的四条红线 那就是台湾问题 道路制度发展权力和民主 人权 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的 其实 与其说这是在这个中美之间的 现任元首的会晤 更重要的是 中方是要给下一届 美国政府释放一个清晰的信号 那以上就是我们 这里的一个观察 好的 谢谢伟健 我们再去到上海现场 有请张耀先生 习近平和拜登 在过去两年里见了三次面 那么相比之前两次见面 比如说是2022年的巴厘岛见面 和2023年的旧金山的会面 这一次的立马会面 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 是这次会面 是在拜登总统的任期行将接触之时 那么2022年的巴厘岛会面 那是因为由于疫情的关系 那么两位中美领导人 已经多年没有直接见面 那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 曾经有过电话会晤 但是没有当面会晤 那么所以说 巴厘岛会晤是当时两国元首 在多年没有进行正当会面以后 那么进行第一次直接接触 那么为当时中美关系 应该讲带来了一丝丝的一个热情 那么2023年的旧金山会 应该讲中美两国是比较重视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经常听到 就是说中美两国元首的旧金山共识 那么就是说它为当时的中美关系 尤其是为当时已经带来 在经济领域 在安全领域 带了很多隐贯的一个中美关系 应该讲 进行了很多的一个沟通 也进行了很多规范 也进行了很多一些 共同管控的一些 共同管控风土和危机的一些共识 那么这次我们讲 因为拜登总统还有两个月任期 那么这次共识 这次双方领导人会应该讲 并不是说要为中美两国今后的关系 制定一个什么一个指导性的方针 这个和前两次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两个月以后 特朗普从头向正确执政 而特朗普他对华关系我们知道 这次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他的一个内阁名单 应该讲今后的对中美关系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想这次中美双方会晤 更多的是要把过去几年 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共识 加以确定 同时对今后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走向 那么要给予一定的一个加固一定的富难 同时要进行一定的规范 那么对今后中美两国在新的 在美国新的领导人就论以后 那么中美两国关系不会进入发展 恐怕是我们讲中方可能更多的是 想用这一次会晤的成果 对下一任美国政府进行一定的规范 包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 对中美关系中可以合作的方面的一些推动 包括一些可能存在危机冲突方面进行管控 那么这一点希望下一任美国政府 能够有更多的清醒的认识 好的谢谢张耀先生 我们去到台北现场有请雷倩女士 习近平主席在和拜登的会谈中 他说希望美国做出明智选择 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那么我想他不是请拜登做出选择 他是请特朗普做出明智的选择 那您觉得特朗普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吗 特朗普会做出特朗普的选择 不过我想补充一下 这一次的元首会议 对于拜登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在美国的白宫 接待了特朗普 表示他在一个传统的美国政权移交的 这个和平过渡上面有了一个立场 到了南美洲跟习近平先生见面以后 他很出人意外地讲了一个六点 六步的这个六点 那可是这个拜六步呢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言行不服的 跟美国在拜登的任内 对于中国的所有的作为来讲 很多地方是不服的 我认为他也是要留下一个 他在国际外交上一个比较高的 道德制高点的留下来的身影 那这个六个不同点呢 是不寻求新冷战 不改变中国的体制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寻求与中国发展冲突 不会利用台湾问题跟中国竞争 不寻求透过同盟改变中国 这六点都跟他过去四年中间 所执行的美中的大战略 是相反相违背 因此我认为对拜登来讲 他要想办法让他在下台的身影 比较好看的情况之下呢 提出了这新六点 那这新六点显然拜登 不会期待特朗普照单全收 甚至呢拜登不会期待特朗普 去保留他的国际上面的这个legacy 事实上特朗普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应该就是消灭消除抹杀 拜登时期在国际上面的主要作为 这真的是一对冤家 谢谢雷剑女士 再留请张耀先生 看到习近平主席这一次 是对美国划出了四条红线 台湾人权制度和发展权 其中台湾问题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样的说法和以前也是一脉相承的 那您觉得他是在向特朗普 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政府 传带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应该讲其实我们习主席把台湾的地方 在第一位就是说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应该讲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位 就是因为我们讲在今后中美关系的运行中 台湾问题是最可能引起两国迎头相撞 那么给两个关系带来巨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那么其他几个因素 我们知道美国方面经常口是心碑 包括刚才雷剑女士讲的 拜登在公开场合对中方的许诺 和他事实上进行的各种政策 事实上是完全违背的 但是相对而言谈谈问题是其中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 那么而且我们事实上也知道 习主席在这次讲到主权问题 其实也不光是台湾 还谈到南海问题 但是台湾问题相对其他问题来讲 是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已经知道 美国政府他不可能向他公开承诺 比如说像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事实上我们知道他暗中都做了很多 违背这方面承诺的事情 那么尤其特朗普政府 我们知道他现在任命 那几个内阁成员 包括国务卿 包括国安会 国安顾防等等 都是在这些问题上 曾经有过很多 那个有为美国政府 一些正常原则的一些 比如说三个公报 一个中国 都是在反华问题上 是非常激进的 我们觉得就是说 对于今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 如何管控中美两国之间的 有关冲突和风险的危机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如何防止美国走火入魔 最后挺来走险 那么这个是现在中美关系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和拜登政府 就这个问题上 那么提醒美国政府 四点红线里面 第一点红线是台湾 那么事实上我感觉就是说 更多的是向特朗普政府 表明这个红线 因为拜登我们讲的已经多次向上提过红线了 拜登也多次做出过承诺 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 虽然在下面总是做出一些有违大的承诺 但是我们讲的说 在特朗普时期恐怕这种不确定性更大 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在这个美国政府交界之际 再把这一点打出了 好 谢谢 我们再有请在台北的雷仙女士 刚才您提到 特朗普上任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拜登做的一切 都给抹杀给去掉 但是我们看到 事实上拜登在对特朗普的政策的时候 是很微妙的一个态度 比如说他一直延续了特朗普时期 对华关税的政策 还在今年5月份 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 太阳能板和钢铁增税 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一点 那么特朗普是不是也会 一脉相承的把这个关税 继承一下 事实上特朗普他主要是以关税 几乎是他的唯一的武器 而拜登时期是大量的扩大到了 各种的禁运跟限制 所以我认为拜登时期 并不是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 他没有动关税 可是他做了一些更为严厉 而且影响更深远的 对于中国的卡脖子的动作 所以这些对中国新的卡脖子的动作 最后一个应该是10月28号 对于像半导体 AI还有量子的禁止 美国的投资的这一类东西 特朗普有可能在某些程度上 适度放宽 因为他到目前为止 谈来谈去 还是他最熟悉最喜欢的工具 就是关税 是的 我们看到习主席明确表示 他最关切的就是美方在对台问题上 要谨慎行事 他甚至还罕见的提到了台湾新任领导人的名字 这可能是警告 即将上台的特朗普不要去与其接触 您觉得在将来四年 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里面最重要的 证据所在 是吗 是的 如果是从台湾观点的话 百分之百是的 因为中国大陆多次说 台湾关系就是跟中美的重中之重 也是核心关切中的核心关切 尤其是台湾在520之后 由赖清德所领导的政府 做了非常多积极的往台独路线迈进 使得两岸的关系更为紧张的作为 如果说美国再加上了某一种程度的支持 甚至让美国的军事存在 在台湾的岛内更加的强固的话 那么事实上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 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灰色区域 甚至可能进入一个灰色的战争区域 因为如果美国有军事存在 加强在台湾的话 显然他就是有一个外力的介入 再加上了积极的台独 这两个是中国大陆多年以前 反分裂国家法就画的红线 也是最近在每一个外交场合 跟所有的盟国包含了美国 不断强调的核心关切中的核心关切 好的 谢谢刘静女士 我们再回到上海 有请张佑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在阻隔的过程中 已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姿态了 比如说任命提名这个卢比奥 作为国务卿的人选 还有他说要对中国来自的中国商品 征收60%的关税 那么这一些都是预料之中的 您觉得中国在这方面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想特朗普政府的 我们想现在他一个出乎的建立 他们的内阁班子 我们应该讲 反华色彩非常浓厚的 我们想如比奥在他参与期间 曾经亲自参与了炮制多次的各种反华提案 包括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等 那么他的国安顾问 也曾多次讲中国的威胁任务 那么另外就他其他例子 比如说他贸易代表那个莱特希泽 他也是上次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 对华贸易的操盘手 所以对于这点 我想我们中国政府应该是做好了 完全的一个准备 而且我想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并没有说等着特朗普上台 然后等着他出招 然后我们再去应召 而是说中国应该讲 现在就已经开始的 已经积极的主动应对了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看到的 中国政府宣布就说 在很多领域已经停止出口退税 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已经开始 对美国的可能的一个加税的政策 进行了提早应对 我想我们在结合后两个月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方面 就针对可能的一个 今后中美国关系的变化 可能会做一些预防新的一些措施 这个我想我们并不要够多担心 而且我也认为就是说 特朗普现在的组合名单 并不见得就是他最后的一个定型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讲 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 他也会有这种考虑 他也会有各种试探 他想了很多事情 等到他上台以后 他也会发现 他是力不熟悉心的 他也未必能做到 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做好两点 一个就是说我们自身要做好准备 也就是我们讲战略定例 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我们经常讲 我们也是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并不会就是说 坐等美邦的各种各样政策出来 然后我们去被动的一个进队 我想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是的 我想任何事情都在变化之中 比如说当参议员的卢比奥 和当国务卿的卢比奥 一定是不一样的 好 谢谢张晓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关注G20峰会 在巴西举行 待会见 欢迎订阅 回来G20峰会正在巴西 里约热内卢举行 这是巴西第一次举行 二十国集团峰会 详细情况有请正在 里约的特派记者孙伟健 伟健你好 科夫你好 这一次G20峰会的主题是什么 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刚才会见了英国首相斯塔莫 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两场会谈您有什么关注呢 好的 这一次G20峰会的主题 叫构建公正的世界 和可持续发展的星球 三大的主要的多边的会议 的主题分别是抗击贫困 然后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以及全球的治理和改革 我们看到这三个主题 其实是有分析认为 这是经过脱敏处理的 因为在当前一个割裂的世界当中 其实巴西作为东道国 一方面是想推动这种 抗击这种不平等的 一个行动 另一方面也希望 在这种割裂的世界当中 寻求到难得的一个共识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峰会之前 也是进行了两场的双边会晤 其实刚才我们在上一节当中 也是提到了特朗普的 向内发展的 这种保护主义的措施 其实不仅仅会冲击到 经济全球化 更重要的是对他的这些同盟 也是会动摇这种同盟的 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场的会见 是时隔六年 中英之间的领导人 是在一次的会面 那双方也是表达了 这个同意要加强经贸合作 那包括要坚持多边主义 其实我们也看到 在斯塔末今年7月上台之后 是明确表达过 要改善对华的一个关系 那特别是特朗普在上台之后 是表示过 要对美国的所有的进口产品 都要加征至少10%的关税 那美国是英国最大的一个 单一的贸易伙伴 这也就意味着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 不仅会打在中国身上 也会打在包括英国在内的 他的这些同盟国身上 所以这一次两个领导人之间 也是表达了双方这种经贸合作 还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地方 那在与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尼斯会谈当中 习近平也表示 中澳之间是没有根本的 一个利益冲突的 只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求同存异 就能够来发展好 双方的一个关系 好的 非常感谢韦剑 我们再有请张耀先生 刚才我们的记者提到了 这一次峰会的设置主题是 将反贫困 反饥饿 反不平等 作为了三个优先讨论的区域 出乎很多人意料 您觉得这个设置 您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巴西这次议题设置 主要是考虑三个方面 第一个 巴西本身国内 因为我们知道 巴西国内存在在很大的一个 比如说饥饿 贫困 包括不平等的一个现象 我们也知道 巴西总统鲁拉 曾经在面对公共媒体的时候 因为讲到巴西国内 很多人吃不饱饭 还流下眼泪 所以巴西在利用这次 它作为东道主的一个机会 反对饥饿 反对贫困 包括反对不平等 作为会主题 我觉得这是和巴西的国情相关 第二个和巴西作为 南方国家的一个重要代表者相关 巴西是最重要的南方国家之一 而南方国家现在面临一个 很大的问题 是面对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 在世界持续的不平等地位 那么这次G20会 巴西想通过这个场合 更多的宣誓就是说 南方国家消除不平等的这种愿望 第三个也是吸取了 前两次会议的教育 前两次会议很多西方国家 把这个G20本来就是作为 一个讨论世界经济问题 和军纪治理的场合 变成了一个 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场合 拼命在这个会议上 谈到一个关于制裁俄罗斯 这个政治问题 那么这个很显然 和G20的宗旨是不符合的 所以在这次会议上 巴西把这个G20会的宗旨 又拉回来 就是大家共同讨论 全世界面临经济问题 和经济治理 以及大家怎么样 进行经济合作问题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巴西是把这次G20会 我们讲 它应该是抓到了 抓到了大部分关心的一个焦点 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设施 谢谢张老师先生 再有请雷清女士 其实特朗普对G20的兴趣 似乎不是很大 从以往的兴趣来看 的观察来看 那么G20我们达成了一些 很多共识 在特朗普的时代 会不会遇到一些 行驶上的阻力呢 G20大家最记得的 应该是2009年 当时的奥巴马 跟胡锦涛先生 就如何去解决 美国造成的次贷风暴 达成了一系列的协定 也第一次 让全球南方 就是其他的国家 能够参与 未来的包含了 金融稳定 金融治理的这些题目 所以如果我们把2009 当成一个起点的话 到现在为止 G20还是应该要保持着一个 先进发达国家 跟其他的贸易伙伴 最主要的沟通对话的平台 而这个平台中间 大家都知道 不只是巴西有他的立场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中国大陆成为 全球南方的领头羊 用他的经济实力 代表着全球南方 跟先进发达经济国家 做成一种新的平衡 那这个平衡 跟刚刚在APEC里面 所结诸的第三点 就是普惠包容的发展观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以前以西方为主的发展观 是一个类殖民的经济体 包含了全球供应链 都是有上中下游的一个 艳行理论 可是现在中国所提出来的 发展的机遇的分享 以及普惠包容的发展观 都会是一个完全新的 以成长和分配 用重要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从APEC到G20峰会 我们看到全球的南方国家 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 感谢您收看今晚的 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与点点栏目